台灣舉辦國際食品展 日本沒缺席 攤位上看得到工程縣的牡蠣 岩手縣的水產罐頭 就是沒有臨近福島五線的食品 不是福島縣的話 其實我覺得其實都OK 大海嘯已經過了四五年了 其實除了海邊的核電廠 及附近的縣市以外 其實我覺得其他事都OK的 他們國內的管制也是 應該是蠻嚴謹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 政府有管控的話 應該我覺得是OK的 民眾期盼政府做好食安法官 台灣作為日本第三大食品外銷市場 也急著敲邊虎 催促何時能放行 林泉首度接受日媒專訪 直言開放沒有時間表 兩岸關係上不屈服 中國大陸壓力 經貿上尋求出路 樂見日本主導TPP 只是連日本媒體都悲觀 台灣加入TPP恐怕不太容易 中國大陸在未來的五年 他們要向國外進口 大概八兆美元的物資 哪一個國家會願意 傷害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然後來讓台灣叫做TPP 林泉他對於情勢的判斷 也是錯估了 隨著直指林泉錯估情勢 要靠進入TPP排除貿易障礙 仍然無法迴避 蔡政府必須改善兩岸關係 記者綜合報導